海贼王,前期无敌的霸气设定,到后期却发现他成为海贼最大败笔。 众所周知在海贼王中除了恶魔果实能让人实力暴涨之外,霸气也是直接增加个人实力的一种方式。 在海贼王的前期霸气因为十分罕见,所以让大家以为霸气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东西,只有人猪龙凤才配拥有霸气。 只不过前期无敌的霸气,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也逐渐成为海贼王中最大的败笔,这究竟是为何呢? 前射太强后射太弱。 首先是在海贼王的前期韦田给霸气的设定十分的强悍,他在前期几乎是一个无敌的存在,如果谁要有霸气的话,那么这个人必定属于一方的强者。 在动漫的前期大多数人都是以恶魔果实能力为主要战斗力,在面对自然气恶魔果实能力者时,拥有霸气就显得十分重要了。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,特别是进入新世界片之后,大家不难发现霸气已经成为烂大街的存在,韦田似乎在给骂迷们阐述一个,如果没有霸气就无法在新世界生存的结论。 因为这样明显的反差比,让很多粉丝们觉得关于霸气这个设定不够严谨,就好比一个前期大家无比期待的东西,到后来发现只不过是人家玩剩下的,韦田玩的大反转确实是误心到了不少海迷。 霸气体系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是霸气延伸能力越来越庞大,可能是因为韦田前期所设定的战力体系,在后期出现无法支撑的情况,为了进一步田战力体系崩溃这个坑, 韦田开始在霸气的基础上延伸出升级这一说。 大家都知道霸气又分为剑纹色、武装色、霸王色这三种,为了弥补陆飞战力,韦田引入了霸气升级这一说法,让陆飞能够继续不断修炼加强实力。 比如在半高片中霸飞绝型高级剑纹色,能让它能够预知未来。 在和之国篇让它学会高级武装色,也就是我们提到的流音,让它能够破开海多的防御力。 而霸气等级之间有诸明显的差距,而且升级的条件也十分的苛刻,进而让霸气这个设定变得更加复杂起来,这也让粉丝们对海贼的战力体系了解加大难度。 因为伟田的不断加码,也让粉丝们担心海贼王会不会像隔壁龙珠那样,因为不断的加码导致战力体系达到根本不能看的地步。 最强霸王色再也不色了。 最后就是不仅仅霸气这个设定越来越烂大街,就连霸气中最罕见的霸王色霸气也慢慢变得大众化,虽然不至于达到烂大街的地步, 但霸王色霸气已经不是海贼刚开始说的天选之子才能拥有而已了。 想想当时在顶上战争,陆飞一不小心觉醒霸王色霸气,这让在场所有人十分震惊, 就连见过大风大浪的海军元帅以及海军三大将都十分吃惊, 甚至赤犬要发出一定要杀死陆飞的毒势。 但进入新世界之后,没想到韦田的脸打得如此之快, 当初让人高攀不起的霸王色霸气似乎是个一方强者都拥有。 比如超新星中基德拥有,大妈海贼团中的卡尔也拥有, 凯多、BIG、MOM、红发、贝克曼等等都拥有, 霸王色霸气已经不是曾经那个罕见的能力。 关于霸气这个设定,经过韦田这么一前以后的倒腾和加码, 让她成为海贼王中最失败的存在,并不是说她的能力不强, 而是因为她巨大的反差比,瞬间让很多海迷觉得不值得, 就好比在现实生活中心目中的女神十分高贵, 但她一转身只不过是别人的甜狗而已。 也就是这样的反差感让海迷觉得还是恶魔果实能力比较相一点, 大家觉得呢? 以上就本篇文章所有内容, 大家喜欢这篇文章的话,记得关注、点赞、收藏哟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